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香港有位老奶奶 在家中客厅佛堂放了一台念佛机 日夜不断播放阿弥陀佛圣号 同住的孙子说 念佛机会招鬼魂 所以要求奶奶不要再播放念佛机了 的确 任何佛经 咒语 佛号 都是佛菩萨慈悲 用来教化众生 杜托众生的 所以当然会招来鬼神 因为他们想要借此得到利益 依靠念佛机修行 弃恶从善 从而获得解脱 他们不但不会加害你 反而会因此感谢你 反观 没有播放念佛机的家庭 难道就没有阴间鬼神吗 错 那个家里才有许多无形众生呢 都是冤亲债主 阿罕经说 一切人民所居住的房屋设宅 通通都有鬼神居住其中 没有任何一所屋宅 是没有鬼神的 如果家里常开着念佛机 就能常被佛号熏陶 常被佛菩萨的光明照耀 尤其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佛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只要有名号的地方 就有光明 就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 家里播放念佛机 所召感来的 都是护法善神 同时 还有诸佛如来 与诸大菩萨的加持护佑 因此 不会有任何畏惧恐怖 反而能令恶鬼恶神 与冤亲债主 全部退赛 在家播放念佛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就是 可以随时提醒我们 心持正念 时刻提醒自己 要念佛修行 因为 我们平时脑袋里面的念头 非常多 妄念纷飞 而绝大部分 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学佛人 要经常或尽量 保持身口意清净 所谓的意 就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念头 只要正念多了 不好的念头 就会减少 所以 平时播放念佛机 实时提醒自己 有正念 是非常有必要的 除了减少杂念 或不好的念头外 听念佛机 也是提醒我们 要念佛 要修行 许多人会不习惯 家里整天播放念佛机 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 佛习也是如此 一直适应了很久 直到前两年 搬入经社后 才开始在佛堂 日夜不断地播放 白天音量比较大 晚上就调得比较小声 以不干扰睡眠为主 时间久了发现 有佛号声的陪伴 感觉更加安心与温馨 念佛机的种类非常多 无论是唱的 念的 或是演奏的 有国语 有台语 都可以选择 自动持续播放 佛习则是将自己念诵的佛号 录制存放在经片里 成为特制的念佛机 净空老法师说 念佛机也是我们的善友 善知识 因为他不会打闲诈 不会讲是非 他只教我们念佛 藉此度化怨清 化解业障 促进修行 积累福报 弘扬佛法 还能改变风水气场等 这么多的功德 真的是名扬两立呀 南无阿弥陀佛